宗教宽平廉治处资深协理徐雪凌表示 有线电视台深耕地方 采访角度相较于全国性的新闻频道 更贴近在地观点 深入邻里社区 只要是人们在意的讯息 就算是修剪路数 三星助人 美食小吃 文化艺术等等 都可以透过地方记者的镜头和麦克风传递 不但上档地方的电视新闻 更上架中家新闻网 以前受区域限制的在地电视媒体 串联整合 在透过无远福建的网络传播 让新闻的乐听选择更多样化 NCC这几年对于有线电视的地方服务 有很大的期许 中家集团在这次 也特别整合了全省在地的电视新闻 推出了中家新闻网 这个网站我们串联台湾头到台湾尾 从基隆到高雄 我们报导最在地的新闻 有别于全国性 我们的新闻内容是有关邻里巷弄 大家生活周遭最关心的大小事 中家新闻网在首页规划上设计了各项便利的分类标签 方便找到相关的新闻 特别的是其中还设置了媒体试读专区 徐雪玲表示 中家集团有鉴于社群媒体兴起后 造成了各种假讯息四处流窜的乱象 不断在各地深入社区举办媒体试读的公益活动 更制作系列新闻报导 教民众如何分辨正确的资讯 基于媒体社会公益责任 我们特别在中家新闻网 开辟了媒体试读的专区 那在这个媒体试读的专区里 大家可以教导大家如何辨别假新闻 还有就是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 真的有图不一定有真相 所以媒体素养的提升 教育都必须全面性的向下扎根 所以我们才特别推出了 这个媒体试读的专区 另外在中家新闻网中 中家集团也规划录出 旗下有限电视的优良知识节目 像是吉隆制作的民意交响曲 以及港都庆年的高雄现场节目 就是邀请民意代表和官员 共同讨论民众关心的重大议题 而新市破汗家和所制播的 新北后搜宅节目 则是从地方人文角度出发 关心同样在这块土地上 认真生活的本国人和新住民 而桃源北建计划的 《遇见桃勒斯》节目 则是介绍默默守护桃源的无名英雄 另外台南的三冠王双子星的 俯成人故事 带领观众找寻台南 具有故事性的人事物 由受访者现身说法 分享生命精彩故事 徐雪玲说 这支节目不仅是符合 在地媒体的制播要求 同时也是满足服务在地民众 而未来也会持续增加 各种不同的地方节目 提供更丰富的内容 中家宽敏集团 希望借由中家新闻网的设立 提供更全面性 更优质的服务 并且尽一份地方媒体的社会责任 让好声音 好故事 能够成为一个善的循环 结合所有在地的影像 被所有人看见 记者赵世渊 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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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刘油